立法院明天又将上延标决大战了吗 因为国民党和民众党要立平国会改革无法通过 院会已经挑灯夜战 一路站到12点两次了 恐怕明天又将会挑灯夜战 而蓝绿白三党团又会出什么新招呢 目前国民党的党团 但你来看到了 已经派员在议场门口排队了 就是要抢在明天早上7点赢到 顺利进入议场提案之外 也要确保所有的议事可以顺利的进行 昨天总招傅宽奇带头 晚上7点就抵达了 跟痛疲民进党企图摧毁立法院长韩国瑜的公信力 不少立委在愿会对韩国瑜泼水丢东西 让他直呼这些立委根本就可以得金像奖了 甚至痛疲民党召集中南部的黑道 北上来有可能会对立委发动攻击 但民进党团稍早已经严正的驳斥了 说这是不实的说法 反非国民党团根本就不遵守程序正义 而且还胡说八道 不过立委这两场仗 全国的民众都很关注之外 其实连外媒都大肆的报道 因为根据Quickseek的最新民调 我们可以看到了 尽管民进党极力诉求程序不正义 但似乎目前看起来 面乎得多数选民的认同 有18%的网友表示支持国会改革 14%赞同绿营的论述批评 13%的网友分别认为要下架民进党 不过也有12%主张要罢免蓝白的立委 应该要解散国会 11%的网友批评在立法院打架 才是藐视国会 10%的言论说在立法院外 深远的民进党群众是职业学生 甚至酸出这是大型的面试现场 总理来说支持国民党与民众党的民众 或者力挺国会改革法案的人 大约占了6成5 反官表态反对批评来办阵营的 只有2成5左右 这下还有一成左右的网友 是看不惯立法院打打闹闹的乱局 只是立法院上周二集结大批的人 在场外深远民进党的立委 可以看到了 不过其实CNN就报道指出说 他认为这一场示灰活动 代表类近的任期的混乱开端 也说明新政府在缺乏国会多数席次的状况下 所面临的挑战 不过就有资深的幕僚分析了 他说会引发民众生气的原因 其实一就是因为被没收了讨论 立法院长韩国瑜在运会审查法案的时候 建制各委员发言的人数跟时间 二来是没收了散会的动议 三来是没收了民主投票 如今蓝白强度关山 恐怕会破坏台湾的民主制度 更直呼周五也就是明天 就是更加关键了 外媒彭博也报道说 现在狼白党团企图削弱总统的权力 认为立法可能会在未来几天就可能会通过 而这也将会带给台湾的新总统赖清德治理上的困难 不过如今立法院还现在往年是有大大的不同了 就是因为国会的多数党换人了 知识媒体人善后志他就分析说民进党在议场内的表现不如以往强悍 但国民党的新科力尾年轻力壮出身制度不畏虎 更主要是因为民进党过去八年已经完全执政 早就没有当年那种受压迫悲愤的匪泣 善后志说了民进党团现在唯一的指望就是看能不能脱过本周五跟下周二的两天的院会 等到下周五立法院开始总质询 而且下周五也是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会来报告 相关的保安的声音也就会暂时延后了 所以双方周五跟周二就是院会的关键 但赖清德的态度也或许是左右立法院的重点之一 因为善后志说了 国会少数是赖清德现在的致命伤 但从选举结束至今赖清德都没有跟在野党进行过任何的沟通 就这点说更是充满了鹰派的味道 如今如果能和在野党好好沟通 或许立院的冲突就能够减少一点点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播资讯 总统赖清德宣誓就职只有三天 中共解放军今天就宣布在台湾的中边 展开了联合力舰2024A的军演 对比2021年时 当时美国众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 共军展开了对台围倒军演 大陆这一次的军演还涵盖了金门 马祖 乌秋雨跟东营岛 说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优历陈介 似乎是针对类青的总统520的旧职演说 大陆国台湾发言人陈富华就说了 这是一篇彻头彻尾的台独自白 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严重挑衅 今天发动军演距离更加接近台湾本岛之外 这一次的范围也更扩大 比上一次的兵种也更多 距离也离台湾更近 因此外媒全部都很关注 像是带你来看到了 BBC报道就说 中共长期对台采取了灰色地带的战术 目的就是要逐步的削弱台湾的战力 而军事专家接种他也说了 他指出这一次军演除了是最终的联合登岛之外 基本上就是一次的武力犯台的全过程演练 这一次之所以要纳入金马 以及乌秋东营岛 就是因为中共一旦武力犯台之后 对台湾的领导势必要有相关的动作 清楚会对解放军发动反击的设施 但这一次军演之两天比2022年还要短 接种就说了 这一次的演练名为联合力舰的2024A 究竟后面会不会有B跟C呢 他认为这一次军演也许只是共军一系列演习的一开始而已 而海军官校的前教官吕领时他也分析了 他说根据大陆央视公布的操演区域 他认为福建海警将组织的舰艇编队于东影跟乌秋岛附近的海域 进行了综合执法的演练 检验联合的巡航快速反应跟应急处置的能力 至于金门呢 他演判了演练的针对性更高 不排除实弹射击的可能 而且规模可能会叫东影岛还有乌秋岛更为庞大 另一边带人来看到了 中国大陆的学者就是国防大学的专家张池他也分析了 他说在台湾北部进行演练 不仅是对台北政治跟军事的重要目标进行威胁 而且呢是对民进党当局的一个敲打 张池就说了 在台湾南部进行演练的话 政治上有痛极台独大本营的意思 经济上则是对台湾进行了封锁 因为呢高雄港是台湾的第一档港 演习呢具有掐住高雄港这个台湾的海上门户 沉重打击台湾对外的贸易的意味 军事上呢高雄港又是台湾海军的重要扎营帝 这一次的演习表明了解放军能够把台湾当局的海军牢牢的困在港内 对解放军在台湾东部的海域进行演练 张池强调了是为了阻断三条线 究竟是哪三条包括阻断了台湾人员进口的生命线 台独势力想要逃避制裁向外逃窜的逃跑线 以及阻断美国还有盟军向台独势力提供援助的支援线 而这对中国的军演呢朝野也都有纷纷喊话了 像是呢国民党对此就说了 国防部应该严谨应对 并严正的呼吁对岸应该要克制 停止不必要的举动避免台海冲突 并且珍惜两岸和平发展的成果 不过呢 绿的力量党团干事长吴斯要反批了 他说台湾人民一定要顺防国民党跟民众党 与共产党勾结串联 说这一次的军演距离花莲最近 国民党团的总招傅昆奇带了一大团人到中国 就定带回了什么 如今呢军演持续的进行 国防部也大动作因应 不过两岸关系越来越紧绷 世界也都放大眼睛给大家看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播资讯 两岸关系变得更紧绷了吗 中共解放军今天早上7点宣布 为了要对台独分裂势力优利的陈介 对外部势力干涉调性严重的警告 所以从今天早上的7点45分开始呢 到明天 解放军的东部战区 组织战区 陆军 海军 空军 军跟火箭军 将会在台湾的周边展开了一系列的 联合力舰2024A的演期 央视呢 今天早上也直播出最新的画面 周中可以看到了 其实呢 陆军都是非常迅速的赶快在戒备的 不过呢 这一次的范围包括了台湾海峡 台湾本岛北部 南部 东部 以及金门岛 马祖岛 乌秋雨 跟东宁岛的周边 似乎武力跟决心都不容忽视 不过也带您看到了 因为现在520后才过了三天 中共动作频频 似乎是因为累积的总统520的就职演说 大陆国台班的发言人陈富华就说了 这是一篇彻头彻尾的台独自白 是一个中国原则的严重挑衅 最后呢 今天就发动了军演 而且距离也更加的接近台湾本岛市外 这一次的范围也更扩大了 比上一次的兵种更多 演练范围跟岛屿也比2022年多了更多 同时呢距离也离台湾更近 像是呢 离东营岛只有3.1海里 距离乌秋雨更是只有2.8海里 而共军也公布了这一次军演动用的武器装备 可以看到呢 有歼12跟歼16 还有0520型的飞弹驱逐舰 071型的船屋登陆舰 还有东风导弹 以及相似的远程火箭炮 并扬言要以这些越海的杀器 箭与侵毒 同时他们也强调了 剑指台湾的杀毒神器已经就位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次也将再度的动用东风导弹 中共的东风系列飞弹呢 可以覆盖近程中程跟远程的目标 在2022年8月的共军对台的环岛军演当中呢 中共就曾经发射了东风系列的导弹飞弹 总共11枚 对此呢 国防部上午就已经二度回应了 他们强调了 国军协同海巡署等等的单位 透过联合的勤监侦系统 绵密的掌握 地面部队除了正常的战备演训之外 并加强区域联防及营区安全的防护 而总统府的发言人郭雅慧 今天也说了 他说 遗憾看到中国以单边的军事挑衅行为 威胁区域和平跟稳定 不过国安团队及国军的各个单位 对于军演的状况皆有全面的掌握 有信心可以守护国家的安全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播资讯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还是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的